因为我本身一年如果你通过网络 你也知道我飞来飞去 往往是令到我非常之头痛 可能一个很短纯的飞机 浪费到我一天的时间 本来是一个小时的工作 可能要浪费到三天的时间 早上你一早就要到机场去等 等完之后你到了当地 到了一个当地之后 你做一个工作 可能赶不回来了 已经是一天了 第二天你又到机场又回来 种种东西的原因 我就一直想买一个自己私人飞机 我怕的麻烦 他们全部负责了 怕在哪里 维修机组人员 还有工农小姐 川普跟我安排好 只是我一上飞机飞 下飞机我就回家 那我就很放心了 不是什么人家在外面讲 我在炫耀什么 今天成功我不需要再炫耀 我真的是为了自己工作方便 当然他们要把我的logo放上去的时候 我是坚决反对 因为第一 不要那么炫耀给人家看 我有私人飞机 但是如果是代言人 身为他们的全球代言人 他们一定要摆 那我说摆的话呢 那我就想用我常常飞到外国去 那就用中国黄 中国红 随后新娱乐在线记者 受邀独家参观了成龙的私人飞机 通过镜头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成龙的这架私人飞机 舒适却不奢华 里面有酒吧吧台 供私人享用的餐桌 以及会客厅 工作间和洗手间 一切都是本着简单实用的原则 我没有什么豪华装修 什么精水喉 什么什么都没有 越简单越好 我自己的毛巾 都是我自己品牌的 拖鞋啊 就越简单越好 还有就是越实用 我不要滑而不实 我要实 实用是最重要的